科学与自然 阶段十 肚子里的食物哪去了 还没到中午,小猪胖胖就捂着肚子回来了 它撅着嘴说 妈妈,我又饿了 可是我早上吃得饱饱的 肚子里的食物哪去了呢 妈妈笑了说 它们都变成能量了 在你跑跑跳跳的时候偷偷地跑掉了 看着胖胖疑惑的表情 妈妈继续说 在我们的体内存在着一个神秘的系统 消化系统 它会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变成能够溶解在水里 并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的养料 从而转化为能量 提供给我们活动的动力 好神奇啊 胖胖恍然大悟 但是它又有了新的问题 可是那些不能溶解在水里的东西哪去了 呵呵 它们变成便便从厕所里溶掉了 妈妈伸手去打胖胖的小屁股 好臭呢 胖胖捂着鼻子 哈哈大笑 和妈妈笑作一团 白天和黑夜 星期天 爸爸带东东到游乐场玩了个痛快 太阳慢慢朝山的那边落下去 天渐渐黑了下来 爸爸说 白天过去了 黑夜要来临了 我们得回家咯 东东坐在爸爸的肩头 弯下身子 问 爸爸 为什么白天和黑夜会交替出现呢 爸爸思考了一下说 这是个深奥的问题 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球体 它既不挖光也不是透明的 同一时间太阳光只能照亮半个球面 被照亮的地区是白天 没被照亮的地区就是黑夜 但是地球像个球一样 它本身又是绕着自己的轴 仔细向东地转动着 这称为自转 所以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 都有一段时间朝向太阳 一段时间背向太阳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白天和黑夜就交替出现了 东东抢着说 哈哈 就是这样 你说对了 那么我们得赶紧在黑夜来到之前 回到家里啊 爸爸笑着说 OK 出发 这个人 第二个人 这个人 在这儿 出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